所有的戏是两个人搭建起来的 或者多个人搭建起来的 但是无论怎么跟你搭台阶 你都不上去 那我真的看不下去 你能不能今天演一个跟爸爸吵架的 因为吴振宇大哥跟你演一场吵架的戏 我从来不吵架 都用打的 能动手都别吵 就动手吧 我们随便你讲 讲什么都可以 因为梁振宇老师在韩战里面就有一场戏 跟顾富城 两个不同的场合 而且对白是互相对一叠在一起的 那一场戏很精彩 看看你能够演得有愤怒跟脱胸的表情 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大概 我们是因为什么还是 不需要啊 演员就是随时调动真实的情绪 极性很难的 你自己是幻想 没事 就我会给你的 你先再加扭打一下 但是你要听 你要听清楚他的队把你来摸 好嘞 准备一下 好了 三二一 开始 明德 哎 爸 干嘛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用上学吗 大家家里面干嘛 再等您回来吧 等我回来干嘛 等我回来骂你嘛 你学校叫我过去 把所有成绩带给我看 你念什么书你这看 来看 看 看 解释给我听 啊 我养你那么大了 我要好好地读书啊 你懂吗 今天要上学 你坐在家干嘛 今天是我生日吧 那你怎样 这么多年了 你没给我过过一次生日 你生日 是我生你出的那一天 你要报答我 可你管过我妈吗 我现在要管你啊 啊 我妈一个人在医院 你每天在哪 应酬 鬼混 非要我说出来吗 爸 我给个机会你说 你对我的不满意 你说出来 就是你今天的生日 你说 说 说 给爸听 说 来 对经理妈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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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就是你爸 是个烂头的一个人 啊 害死你妈 说 跟他说一遍 我烂 你要跟我一样烂吗 我没文化 你可以学文化呀 你走我的后路吗 啊 明德 爸 我只退步了一名吧 好 好 对他们很难要求那么高 对 对 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时间 没有接上啊 郑宇哥好厉害哦 他是给机会他冒回去的 故意怼他 故意给他机会的 其实 吴老师 这气场太吓着了 他一下子被吓住了 我来说一下你演戏的问题好吧 我实在是 老师的本分就出来了 哎呀本性 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表演三要素嘛 对吧 真听真看真感觉 你也不听 你也不看 然后你肯定没有真的感觉 这么好的对手 一直在刺激你 一直在给你丢球 你都不解 你对我的不满意 你说出来 说 说就是你爸是个烂头的人 害羞你妈说跟他说一遍 你找我的后路吗 明德啊 我只退不了一名吧 俗德系是两个人搭建起来的 或者多个人搭建起来的 但是无论怎么跟你搭台阶 你都不上去 那我真的看不下去 好谢谢老师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你没没听见 注意他说什么 虽然说你们吵架 但吵架也有个理由 你不是光是一种酸些 不是光想你自己的东西 他责怪你的地方在哪里 你就利用他的对白去责怪他 你有照顾过我吗 你有看过我吗 你有关心过我吗 你有关心过我们家吗 你有关心过我妈吗 妈妈现在一直在医院里头 不管他在做什么 你就是怼他 怼他 那就变成一场很精彩的吵架 对妈不一定是大声 比如说他大声 你可以小声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真的 多做一些这类型的功课 尤其真的是很注意对手 讲什么 你不会说你想多一点机会 演不同的角色吗 其实刚刚那堂课就是让你去表达另外一个你 这女大哥进来说他是一个一直都没有回家的人 所以你已经是一个学生 但是你一直在不回 你也不回家 你也在外面流氓 你可以撞成一个小流氓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你是很顺的 后来爸爸就骂你的时候 你就马上就 你有管过我吗 你这样我钱就在哪里吗 你以为我在家家里练书啊 其实我一个流氓 我告诉你 流氓就这样子就怎么样 你人家逼我 到底给我钱 你就可以罢我 你可变成另外一个女 对不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哎呦你也能演流氓 这给你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一个平台让你去演 你不演 你还是演你乖乖的 对手给你的力量你没有感受到 所以你没有适当的把那个反应做出来 那就是一个一个败笔 其实我觉得导师跟学员们之间的沟通还蛮严厉的 那言辞也挺犀利的 但是在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交流里的话 你可能会把那个问题会记住的更深刻 可以让人在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 继续努力吧 我们还会在见面 还会加灰锅还会传授你很多厉害的武功 好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加油 谢谢您 这边 这边 其实很久没有接触即兴这个东西 感觉可能有点在状况外吧 我想让就是整个更好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一瞬间去把整个完成 给他构思好 其实这个要做到是很难很难的 需要很多年的经验和积累 可能现在还不够